對 韓市長現在在偷偷的監看 我們比特王就讓我們往起來播 因為君哥來之前 打了電話給韓先生說 我今天要到比特王跟小毛的節目 韓先生的意思就是百無禁忌 都可以講 對 我會跟他說 這個 我要談你 你怕不怕我講你以前的一些 他沒關係 我不喜歡過度的包裝 我喜歡最真實的我 沒有關係 放馬過來 他真的是好朋友 當然啦 但是他確實是非常聰明 而且跟他聊天啊 真的言之有物啊 那個時候選舉的時候有人說他是草包 我就說說他草包的人還真的是草包 被轟動的就是 在議會的時候那時候尤清當這個縣長 哇 他就說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你就是妖孽 鋼杯拿起來連帶著水就直接丟過去 這一丟啊 又把他丟出名來了 韓國瑜在選舉選到後面 壓力其實蠻大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幫嘛 他說 兄弟 我們當時 有一個人教我打麻將 那個人叫韓國瑜 所以你要證明說是韓國瑜帶壞你 你以後才帶壞我 那一定的 所以你算是徒孫 因為 因為 韓國瑜教你玩打麻將 大家這個認真 認真 記者要抄的話現在可以抄 這個新聞是獨家曝光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我會打那個 台灣的麻將是16張 但是韓國瑜他很聰明 他說不要這個爆滿 他說那個外省的麻將 這個13張會比較好玩 因為13張有很多的規矩 有很多的這個術語 要幾番才能虎 才能虎 有很多的 我說那個我不懂 他說沒關係 我抄個小抄給你 他把那個13張的規定什麼 什麼拳帶壹 一條龍 規規絕絕 什麼那個 那個規 那個規則 都寫給我 哇 他很用 他寫了一張紙條給我 我就給他背起來 因為 幾番才能虎 結果寫給我以後 他個性我覺得他蠻急的 兩天之後就找我打麻將 所以我第一次碰到的詐騙集團 就是韓國瑜 就是韓國瑜先教你打麻將 然後說我們馬上來試驗一下 對 這樣你有沒有學會 那個麻將是很 要記很多的那個專有名詞 那個13張的那個外省的麻將 很複雜 然後呢 他學會 然後說 現在這個人 學這個人已經不多了 然後我說 那我等我背手 他說沒有 這個人 打這樣的麻將的人已經不多了 你已經學了 趕快上來 就這樣子 就把我拉上去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路徑 所以馬上就 所以 後來我覺得他在很多的談吐當中 很多的比喻 經常用麻將來做比喻 有嗎 有啊 他比如說 這個 這個 兩岸啊 中美啊 中美跟那個 那個關係 跟台灣的關係 就好像打麻將的小姐啊 這個你要對他們都好 每個人都要給你吃啊 每個人都要胡啊 就 就好像要追求小姐 他不是這個 舉這個例子 就是打麻將的例子啊 哦 所以這就跟當年他哄你上桌陪他倒一樣 對的 騙我 騙我 那個詐騙集團 就是韓國瑜 好 這就是 老兄弟 真的是老兄弟 從高中 就同學 然後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好交情 對 那 剛剛那個 對不起 婚禮的照片 可能有朋友現在陸續續續才進來 給大家再看一下 剛剛那個婚禮的照片 就是黃鴻君結婚的時候 韓國瑜 韓國瑜 對 這是他高中畢業照 我講的是婚禮 婚禮的照片 對 好 呃 不是 對 就只要單張 對對對 好 謝謝 就這張 哦 就是 他是司儀 韓國瑜 立法委員 好 那你就知道他30多歲 頭髮就這麼多了 那才30出頭 嗯 頭髮就 已經 哦 很 茂密 很 類似現在 現在的形狀了 對對對 我是覺得他 好 謝謝 那個時候還是蠻羞澀 現在他 現在他那個長相越 越看越舒服 哦 不過他適合老一點 什麼意思 因為他現在 他現在那整個像 真的是不太一樣 可能他也有修行過 嗯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看起來 還蠻年輕的 他現在看起來蠻年輕的 那 嗯 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 跟你差不多 對對對 韓先生是先當議員 對 當立委 他當議員或當立委 他是 他當 議員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窮小子 窮得要命啊 連那個競選總部啊 剛要選的時候 都租不起啊 所以呢 後來就跟人家協調一個 豆漿店 那個豆漿店啊 這個 這個 營業從早上的5、6點 營業到9點 9點以後呢 再 再讓給他 當這個競選總部 然後晚上10點鐘 以後就這個競選活動結束 又把那個 那個場所又還給那個豆漿店 到第二天早上9點以後 那個競選總部才開幕 所以那個時候是 蠻 但是 但是呢 那麼客奈 還是選上 他很認真 還是選上啊 他選上完了之後呢 我 我記得他最 最轟動的就是 在議會的時候 那時候游卿當這個縣長 哇 他說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你就是妖孽 鋼杯拿起來 連帶著水就直接丟過去了 就 殺一夫妻了 這一丟啊 又把他丟出名來了 後來呢 那個任期還沒有結束 就選立委 大家就鼓勵他出來選立委 他就選立委 然後他在選了幾次立委 我其實都有去 因為老同學嘛 也好朋友 我都有去幫忙他了 然後他在 選這個 這個立委的時候啊 那個 他的那個競選總部啊 那情況跟別人都不太一樣 大家知道 因為他的父親啊 以前是這個 一個莊 莊麒聯 就是莊甲兵的這個一個連長 對 軍官 軍官 然後呢 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岳父啊 這個李嘉芬的爸爸 叫李日貴 那時候是雲林的縣議員 哦 也是在雲林的話 這個 喊水會結凍 黑白兩道都很熟悉 喊水會結凍 然後呢 他競選總部 一開幕的時候 我一去啊 一看 哇靠 竟然把競選總部 分成兩邊啊 我說為什麼要分兩邊 他說不同掛 他說不同掛 為什麼不同掛 他爸爸的那個老兵這邊呢 就是 外省掛 外省掛 然後呢 這邊桌上放的都是檳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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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繳檳榔 規格不一樣 但是都是在幫韓國瑜 都是在幫韓國瑜 就等於是 本省跟外省的都有 融合的那麼好 然後呢 如果當時那個選舉 我就記得有一天也是 不知道民進黨哪個候選人要過來踢館 那個敲鑼打鼓 到他們的那個競選總部前面 一到前面的時候 他那個老上人就 就出去了 民進黨來鬧 對 然後說 我分臨 阿貴 阿貴 那個鬧得 那個鼓就越消越小聲 越消越小聲 然後就走了 可見他的 飄走了 他的岳父真的還是有 有一定的 一定的 這個 這個 所以韓國瑜選舉的時候 這個 這個 本省外省他通吃 黃紅軍軍歌 是我的大哥 然後他是這個 韓國瑜高中同班同學 一直 老兄弟到現在都是好交情 對 真的是 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 其實前一陣子 還有一些相約 還有謝謝Rita 今天好精采 韓市長好棒 對 韓市長現在在偷偷的監看 我們比特王主任 我們要起來播 因為軍歌來之前 打了電話給韓先生說 那個 我今天要到比特王 跟小毛的節目 然後 韓先生的意思就是 百無禁忌 都可以講 對 我會跟他說 這個 我要談你 你怕不怕 我講你以前的一些糗事 他沒關係 我不喜歡 過度的包裝 我喜歡最真實的 我沒有關係 放馬過來 這個 他真的是 好朋友 當然 我有時候講講 他調皮的事是可以 至於說 坐牽犯科的事 我是 都忘了是不是 記不得了 記不得了 事實上他應該 他這個人真的蠻真的 說實在 很多的朋友 他就是夠兄弟 夠朋友 然後 所以我常常就在講說 有時候你跟兄弟講的話 我聽起來會很過癮 但是呢 有時候在廟堂之上 你的玩笑不一定 不一定兄弟都聽得懂 他有時候 有時候你看他快人快語 他是非常的 其實他是非常的真 而且他腦筋又動得快 對 然後我跟他呢 這輩子呢 其實也算是 因為我們一樣 從年輕的時候 這個年少輕狂 都是很調皮 少年十五二十四 都是很調皮 我兩個調皮也是愛這個 兩個人有時候經常 各種話題 天南地北的聊 然後一些動作 所以包括韓國瑜 你知道嗎 他以前調皮到什麼程度呢 他呢 當完兵回來 到那個東吳大學 對對對 他東吳大學 我老婆是他學妹啊 真的啊 英文系的 英文系的 所以你今天打說 我是他的同學 不要誤會 我不是麗金 麗金也是他同學 我是他高中的同學 我老婆本來以為說 蛤 是我們學長 麗金要來了嗎 不是不是 沒有這個很完美 但是呢 他在大學那個調皮的事 我也知道 因為他 等一下 他要開始 爆韓國瑜的料 這個我們今天有call in call in的QR code 就在軍閣頭上 這個QR code 我們歡迎當事人 如果等一下 黃黃軍說的 不正確 你可以打進來call in 指證一下 他講的是韓國瑜嗎 對 我們現在在講韓國瑜 對 對 對 那個他在東中大學 他像 現在這張照片裡面有一個他 來我們把下面這張照片放出來 他有一個 對 有一個他大學的同學 有一個他大學的同學 其實都跟著他 跟著他 等於算是他的小老弟 這也是韓國瑜跟黃紅軍出去玩的照片 對 那是我們到柏柳去 對 韓國瑜左手邊的就是黃紅軍 對 對 那時候還滿年輕的 二十多年 快三十年了 你看都很年輕的樣子 韓國瑜 還是沒有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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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已經沒有頭髮 還沒長出來 對 好謝謝 好笑 照片笑 像跟他的這個同學 因為年紀 他因為當完兵回來才唸東武 所以年紀滿大 然後他有一個他同學 跟他的跟他交情很好 小老弟 他就經常帶著他去做調皮的事 比如說他他大二的時候 你們還給他取錯號 大二的時候 大二的時候 這個大義的新生一進來 他就帶著小弟說 我們去看看新生有沒有什麼漂亮的學妹 就去啦 每個大學生都會幹的事 進去之後也就算了 你知道嗎 大學新生你也不認識 都很醋 我也不認識你 對對對 他坐進去教室裡面 然後他們就要選班代 對對對 新生都要先選班代 選班代 然後韓國瑜就舉手提名 然後提名他的這個小老弟 然後提名他當班長 然後你知道大家都不認識 所以一致通過 他那個韓國瑜的同學 就當上學妹的班代 多調皮 一當那個班代以後 上去名字寫好之後 那個學弟就 學長就上去說 我是你們的學長 不是你們的班代 再見 然後兩個就溜了 所以你看韓國瑜 就這麼皮好不好 對 就很可愛 然後他就 他其實也是 他真的很聰明 然後他畢業了 快畢業的時候 其實他當兵回來 當兵回來 要考東武大學的時候 就理了一個光頭 埋頭苦讀三個月 就考上 李光頭 李光頭 後來呢 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也理光頭 三個月 埋頭苦幹 考研究所 這個考上研究所 政大東亞所 對 他考上政大東亞所的時候 那個學校 這個 東武英文系 同學給他貼出來的這個海報 祝賀的海報 是這樣子寫的 我記得還非常清楚 他同學跟他這樣寫說 韓國瑜能 為什麼我們不能 你就知道他 他調皮到 這學校是有名的 就是 但是他確實是非常聰明 而且跟他聊天啊 真的言之有物啊 不是 也不是說 你不要說天然地北 不是 不會說是言之無物啊 當然 肚子裡面 那個時候選舉的時候 有人說他是草包 我就說他草包的人 還真的是草包 真的是不試貨吧 對 他真的是很有 他念了很多東西 沒錯 他書讀了蠻多的 而且腦筋本來就好 對 你們橫溢中學 都是男生 教會學校吧 對 都是教會學校 都是男生 沒有像他 國中的時候 還有男女合班 還可以看看前面的小腿 小腿 我到高中的時候沒有了 高中的時候就沒有了 也是有小腿啊 男同學的小腿 那只好就 跟兄弟混在一起 那後來因為 因為姻緣際會啊 後來他當了立委的時候 那我還是 在報社當記者 我是跑政治新聞 對 所以呢 幾乎我就跑立法院的時候 幾乎 幾乎我在立法院的時間 遇到休息的時間 或吃飯的時間 就或在他的辦公室 跟他聊天 就是經常 因為同學的情誼 是一直這樣子 維繫下來 後來呢 後來我要去 選國大代表的時候 後來國瑜就說 你是政治的 那時候我在聯合報 第一大報 政治組的記者 大家都很尊重你 各黨各派的政治人物 都很尊重你 那你為什麼要去當一個 其中一個黨的國大代表 而且那時候 國大代表的名聲還不太好 大家都認為是 山中的怪獸啊 你幹嘛要去那裡 我想一想 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我只要跟他說 最起碼我們受邀 參加公記的時候 國大代表是排在你 立法委員前面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聽了也哈哈大笑 對 有國大代表的時候 這個排序順位 國代是大於立委的 因為國代是選總統 對 所以以前那個年代 黃鴻軍是當過國代 好不好 他之所以要當國代 要從聯合報去當國代 他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他要在國民大會上面 公開的罵李登輝 後來真的有機會 每半年的話 質詢他五分鐘 他乖乖地坐在那裡 他本來臉就很長 我經過 我就批評他 他也是乖乖地坐在那裡 但是臉越來越長 所以他臉本來只有現在的一半 對 後來就滿長的 但是我是覺得 算是也給他一些制衡 當時國民黨的黑金是很 很嚴重的 很誇張 李登輝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也盡了一點點的 個人小小的責任 對 我們 我們所有 這個好的壞的 他都教我們很多了 那我們到現在都還是望塵莫及 不是 你沒有發覺 這樣子的性格是比較接地氣嗎 比較可 人家就會喜歡他 不是因為 各位 抱歉 如果你喜歡韓國瑜的話 我跟他個性差不多 也可以順帶的喜歡我一下 可以嗎 來那個 我 所以如果 韓國瑜跟黃鴻軍有對調的可能 是不是黃鴻軍已經當總統 他已經嘗試過了 我還沒有 你還沒有 我們曾經就是 韓國瑜在選舉選到後面 壓力其實滿大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幫 他從中間就傳簡訊 他就傳簡訊給我 他說 兄弟 我們當時年少輕狂的時候 我們想到會有今天嗎 真的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有感慨 不過這就是際遇 當這個每一個人 碰到了這樣子的一個際遇的時候 他就盡全力去做 那他做了 可是很多的可能有時候 或者是實不合語 或者是怎麼樣 沒有關係 我常常就跟他說 這個 這個 你如果還有一些 心力的話 你可以在社會上有很多的角色 你可以扮演 你可以扮演 所以他後來一直 最近一直在做公益 做什麼 我就跟他說 你到底 現在很多人不是還 對你念念不忘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對他念念不忘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是有魅力 好可愛 他這個魅力 說實在 就算他得罪我 我也不忍跟他絕交 何況 何況他跟我這麼好 我常常就跟他說 其實上 你其實 還有很多事要做 但有時候不一定急 你 以盡自動 如果說現在對韓國瑜 有一些想法的人 盡量鼓勵他是可以的 但是還是要尊重他 他現在就說 很多事情他就是隨緣 他不會去特別的去爭 那當然如果說 以現在的評論的評論員 或者是甚至一些媒體的名嘴 希望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都是一種希望 跟一種想法 他個人本身呢 我想他目前比較喜歡當的 就是啦啦隊 而且他當然 他的啦啦隊 我是認為就是說 不管誰參選總統 沒有韓國瑜的 這樣的一股的這個 支持跟勢力的協助的話 是有點困難 是 無法當選 因為他也佔了很大的 一塊的這個 我覺得 啦啦隊的實力 是不容小緒 他不一定要當這個球員 但是他旁邊的啦啦隊 他甚至可以當個場邊的教練也可以啊 那我是覺得說 未來啊 你看我就知道 也會看起來還不是很老嘛 所以韓國瑜應該也不是很老 所以國家應該還有很多東西 需要他來 來協助跟做啦 不管做公益也好 不管從政治方面也好 我覺得韓國瑜一定還有機會 但他要等待 而且我就覺得像 君哥這樣子 當然 你說來上我們節目之前 還跟韓國瑜才通過電話 韓國瑜現在也一定在這個 我們節目裡面 看他的老同學 黃宏君到底 有沒有把他這個高中的 從高中到一路 這個出社會 到現在 有很多他們不為人知的一些事情 有沒有給他出賣太多了 也不會啦 你們高中的時候是 到底誰皮啊 應該他比較皮啦 我比較乖啦 我是不太相信 我是很超級會的 我可以 你可以 你